今天我们讲的是俄国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 那列夫托尔斯泰他被誉为19世纪到20世纪最伟大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这个人出生在俄国 对于他的评价有两条 第一条叫做俄罗斯文化的良心 一个人要做多少事情 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什么样的成就能够被评为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良心 到现在为止有很多人捐钱 有很多人造学校 有很多人做善事 但从来都没有人听说过 他被称为中国的良心 对不对 这个程度就不一样 第二个叫文学界的不导温 这个是他的一个图像 长长的胡子 显然没有负离子过 比较乱 那白白的样子 一看就比较坚毅 这个人来自俄罗斯 那俄罗斯在普希金内节课给大家也灌输了一些简单的历史知识 在很古老的时候 俄罗斯被叫做罗刹国 一直以来 俄国是一个封建国家 它的领导者叫做沙皇 对不对 沙皇对不对 那沙皇 沙皇是什么意思 我小时候一直不大理解这沙皇是什么意思 特别喜欢玩沙子 还是本身它就是个沙子 那沙皇其实是一个因译 它来自拉丁语的凯撒 拉丁语的凯撒 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 凯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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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撒就简单地称为沙皇 沙皇就是大皇帝的意思 我们评论是彼得沙皇 就是彼得大皇帝 尼古拉沙皇 尼古拉大皇帝 这个沙皇就是皇帝 但在俄国的封建 这样的一个进程当中 跟我们中国又不大一样 最底层的那一个阶段 那个阶层 中国是农民 但是在俄国却不一样 他叫农奴 这个农奴有一个奴字跟一个名字 差一个字但差很多的 农民每天几点上班 不用规定你 你懒一点的话下午去上班 可以 农奴就不一样了 你一辈子是奴隶 你不仅要干活 脖子上还要套着链子 你干的活稍微清闲了一点点 背后立刻会迎来鞭子 那也就是说 农奴跟沙皇的关系 比我们古代农民跟皇上的关系 要差很多 对不对 农奴对于沙皇 对于贵族之间的矛盾 都是相当相当激烈的 再到后来 大家也知道 俄国通过十月革命 就成了苏联 我们今天倒是想 生命宁静 是这样的一个开篇 在1910年11月7日 6.5分钟的时候 在俄罗斯附近一个城市的一个小站里面 凌晨时分 由于是冬天 天还没有亮 这是一个很简陋 穿着风 很阴冷的一个路边小火车站 83岁的托尔斯泰 截然一身 身上身无分纹 很穷 穿着最简陋的衣服 在这个小站上没有人知道 静静的就这样去世了 直到第二天才被人发现 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老头 在生命最后是一个人 他的身份 当时在俄国 是一个伯爵级别的身份 他们家有着1200公顷的大庄园 里面有森林 有湖泊 有苹果园 什么都有 他有12个子女 家里的钱是这样 像山一样堆起来的 为什么最后他会一个人 在这个小站上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呢 没有很辉煌的葬礼 什么也没有 也没有人过来居一个宫 更没有人知道当时去世的这个人 就是为人类留下无数珍贵精神财富的 这样的一个作家 怎么会这样 我们带着这个问题一点一点往后来看 第一部分 我们先来看一看他的家庭背景和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平 那每次讲这个俄国文学 我都特别难受 我不懂不懂俄文的吧 但是无论是这个也好 还是下面的也好 都是音译 也就是拿英文来凑这个俄文的读音 列夫尼古拉耶威奇托尔斯泰 俄国作家思想家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最伟大的文学家 十九世纪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他被预送为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天才艺术家 主要作品有三部 都是长篇小说 战争与和平 安娜卡列尼娜复活 还创作了大量的童话和预言 他的作品主要描述的是俄国革命时人民的顽强抗争 因此又被称为俄国十月革命的镜子 好了 第一 我们来看列夫托尔斯泰家族的一个背景 戏出名门 这个名门还挺厉害挺厉害 不光是他父亲这家 他母亲这家 也是非常非常有头有脸的人物 戏出名门 大家要知道 在俄国沙皇历史上 曾经出现过两位最最杰出 最最伟大的沙皇 他老爸这一部分 他老爸这一支 就是在十六世纪 彼得大帝 这第一位伟大沙皇的时候 获得的风绝 那彼得大帝 伟大在什么地方呢 他是罗曼洛夫王朝第四代沙皇 彼得大帝一般被认为俄国最杰出的沙皇 在他当政之时 俄国是很差劲很差劲的 不仅还处在这个农奴时代 差劲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 第一个 整个俄罗斯没有什么学校 大部分人都是文盲 包括最大的城市 俄罗斯 很多贵族里面 整个俄罗斯 百分之七十的人 是不认识字的 第二个 穷得不得了 第三个 军事实力又差 到处都很愚昧 连一本像样的书都找不到 书主要靠手抄 有很多的错别字在里面 那学习呢也没有 学什么孩子都去送到教堂里面 他们俄罗斯主要是信奉的是这样的一个叫东正教 也就是基督教的分支 孩子送到教堂里面整天就 阿弥陀佛 上帝保佑 要么就是这个样子 什么也不会 穷得不得了 于是这个彼得大帝就带头 带着一群人到外面去考察 首先就带到了英国法国人家一看 哇塞 都已经开始资本主义了 什么枪啊 发动机 蒸汽机 火车都有了 回过头去看看 农农时代 那太差劲了 赶紧从那边学了很多东西 回到俄罗斯来 第一件事情就是办学校 提高大家的文化水平 第二个就是组建军队 渐渐渐渐就强起来 为后来俄国成为强国 奠定了一个主要的因素 他的老爸呢 叫做尼古拉伊里奇伯爵 曾经参加过1812年的 魏国战争 俄国历史上有过两次 魏国战争 这是第一次 他主要对抗的是 西方四大军事天才统帅 当中的一位叫做拿破仑 在魏国战争中退役 母亲玛利亚尼古拉耶夫 那是尼谢奥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 这个尼谢奥尔康斯基公爵 这一系呢 是俄国历史上另外一位最伟大的沙皇 耶卡捷琳娜二世女王所封的 所以他们家强强联手 非常的厉害啊 好 大家记录第一条 元祖 十六世纪获得彼得大帝的封决 第二 我们来记录的是1812年的魏国战争 我们来看魏国战争 魏国战争 拿破仑一世挑起来的 拿破仑天才军事将领 在曾经到达进攻俄罗斯之前呢 他在欧洲 很少欧洲所向无敌 从来都没有败过 他有一套自己的一种作战方式 主要就是这样 还没打仗呢 远远的就拿炮轰 冲到那边一塌糊涂 再派骑兵往前冲 一阵疯狂的冲石和砍杀 那边就完蛋了 如果说有人 有一群比较壮的像牛猩猩一样的人 冒着这个炮火 浑身已经遍体鳞伤了 还能冲到正前 对不起 炮后面还站着一群枪队在等着你 所以你是死定了 靠着这套战术所向无敌 因此呢 最强时期的拿破仑 就率领了60万法军 两路渡过河来跟俄军作战 企图用最快的闪电战 消灭俄军20万人的阻力 但是俄罗斯人很坏 俄罗斯人采取了一种方式叫做逃跑 不仅逃跑 还夹带着东西逃跑 在第一次作战之后 就很容易发生 不费吹灰之力 就占领了第一座城 很不错 那拿破仑就下令 你们赶紧把我们要的东西补一补 马吃的草准备出来 人吃的粮食拿出来 还要把他们的枪支弹药拿过来给我们补充 半个小时之后来了 皇上 这是一座空城 啊 混蛋 在进攻下一道 进攻下一道城市 遇到了百人组成的老人枪队的阻击 老人枪队打了五分钟 立刻撤退 冲到了这个地方 啊 总算又来到了另一座星城 赶紧把我们的物资补充一下吧 过来半个小时回来 报告皇上 这也是一座空城人 接着再继续追这个俄军的主力 那俄军比较狠 一边跑一边放火 把沿途的草都烧掉 连马都没饭吃 就这样 一路追 一路追 一直追到冬天 你看这幅图就知道 俄罗斯靠近着比较冷的 叫做西伯利亚冰人 一到冬天 俄罗斯人本身就很习惯 就生活在这个地方 法国人就惨了 都冻得跟冰棍一样 一到这个时候 哎 法国人 俄罗斯人开始回头 我们回来了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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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在大量的追迁法军当中 法军就丧失了全部的骑兵 和几乎所有的炮兵 我们来看实力对比图 参战双方 俄罗斯总共30万 法军来了60万 伤亡情况 俄罗斯15万 也算多了 但是法军死了57万 所有的大炮全部丧生 拿破仑在这一战当中 几乎就是一蹶不振 后来由于战败 被逼退位 放逐到意大利沿海的一个小岛上面去了 那最后就渐渐的失败了 那历史上曾经有两位统帅 在打俄罗斯之前是战无不胜的 这俄罗斯就像一个扫把心 碰一下的运气全部用光了 一个叫做拿破仑 另外一个叫做西埃 第二个我们来看青年时代 托尔斯他一岁半上母 那个时候没有记忆 等有记忆的时候九岁上父 什么也没有了 一个人家里再有钱 再有事 地位再高 但是没有父母亲在身旁 没有这种父爱和母爱 从小培养着你成长起来 你有再多快乐 有人跟你分享吗 所以他是不快乐的 因此他的一种心态 就跟普通的一些贵族孩子 肯定是不一样的 1841年 接着再来看 养了他很长时间的监护人 姑母阿依奥斯坚肯萨去世 接着又改由住在喀山的姑母 比一游舍科娃监护 全家就搬到了喀山 喀山这个地方 在远古时期有蒙古人统治 蒙古有一组比较猛的叫做达达 喀山在达达雨里的意思 就是大锅子 因为当时蒙古人建造的城堡 就像一个道客的大锅子一样 所以取名这座城市叫做喀山 喀山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 蒙古人信奉的是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不吃牛肉的 伊斯兰教有自己的规矩的 女人从头包到脚的 不结婚的能露出脸 大概这个样子 结了婚之后 连脸要蒙起来 只剩下眼睛 除了自己的丈夫和母亲父亲之外 别人是不可以看他的脸 也不可以摸他的 孩子也可以 摸了他之后 就是犯了伊斯兰教教规 要在街上用火把它烧死 但是后来俄罗斯人就占领了这个喀山 俄罗斯人之后 他们是信奉东正教的 就打压这个伊斯兰教 在两百年之间 两个教会就不停的冲突 这个小城市就一直在争斗当中 直到后来 第二位伟大沙皇 耶 卡杰琳娜二世来到喀山 哇 风景很美丽 很美丽 欣赏的时候 嗯 突然间看见一群伊斯兰人 拖着个东正教人 到厕所里面 很命的打了一顿 这个不好 嗯 很美 突然看见伊斯兰和东正教人 拖着伊斯兰人在河边 拼命的砍 这个不好 于是就下令 在这么美好的地方 怎么能经常老是这个样子呢 就解除了持续两百多年对伊斯兰教的一个禁令 这个地方就恢复到了一个和平状态 那 耶卡杰琳娜女皇与彼得大帝齐名 她本身并不是俄罗斯人 她来自德国 来自德国之后 首先 在她的丈夫还没登上皇位之前 前一任女皇就对她百般羞辱 也不是我们国家人 长得又这么胖又不好看 所以就对她很羞辱 她的丈夫对她也不好 好不容易 她丈夫登上皇位之后 对她更加变粉加厉 后来实在是恨得不得了 想了一个办法 把自己的丈夫给堵死了 同时 有很多国家里面 其他大臣对她的反抗势力 一个一个把他们全部除掉 登上了沙皇的宝座 这个人狠狠 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两次土耳其作战全胜 三次瓜分波兰 把克里木克韩国并入俄国 打通黑海出口 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俄罗斯帝国 这个人野心很大 曾经说过 别看她是个胖娃 她说 给我两百年的时间 我将让整个欧洲全服 全部臣服在我的脚下 就是这样的一个女王 她喜欢做各种各样的皇冠 你看这很多皇冠都是她弄出来的 这个是叶卡杰林娜二世 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呢 我们回到 雷夫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长大以后就要开始读书了 他接受的是最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 随后送到了喀山大学去读书 学的是土耳其语啊 各方面各国的语言 想做一个外交家 但是在读大学的时候 他有了一部分时间可以接触到平民 他发现贵族之间的人都很冷漠 每个人只顾自己 从来不管别人的死活 而平民就不一样了 他们心里面很热情 他们的思维更加开阔 更希望能够跟平民成为一个好朋友 但是平民谁会离你呢 对不对 两个人之间就有矛盾了 好 书没有读完 但是1847年就继承了母亲的遗产 成为了一个年轻的地主 他拥有一千两百亩土地 和三百三十名农奴的一个庄园主 继承了这一笔之后 他为着自己的理想要开始努力了 首先看到这么多农奴 过着这样非人的生活 心里面很难受 开始改革自己的农奴制 他令下了很多规矩 希望能够把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在自己的庄园内实行 每人发一张传单 以后我们按照这个来做就可以了 这农奴拿过来一看 一定有阴谋 要不然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我们拒不执行 那怎么办呢 那改另外一种方式 我建很多学校 让你们的孩子到我的学校来读书 要钱吗 不要钱 不要钱就是有鬼有阴谋 我们不去 那所以就一直就 也就是说他是贵族的身份 阻碍了他跟下等人民之间 永远都有一条这样的隔阂 心里面很不赏 于是就自己志愿去当兵 参加了一个炮兵队 第三部分 步入文学殿堂 步入文学殿堂 在战斗当中呢 他接触了劳苦的农民 为他的写作提供了那么一点点的小素材 之后就开始尝试着写作了 1855年11月 他的成名作自传题小说 童年少年发表 反映了他对贵族生活的一个批判态度 同时就得到了当时一个成名作家 图克涅夫的一个好评 两人立刻就成为了好朋友 友谊长达十年之久 十年后 在一次偶然的小风波之下 两个人又突然间决裂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来放下笔 听我细细说来 这一次图克涅夫 受到一个庄园主好朋友的邀请 同时都是贵族嘛 大家也请着托尔斯泰一起加入过来 三个人在这个庄园主家里面 又吃又喝聊得很开心 这庄园主突然间就问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 我说这个小图啊 你们家的女儿现在怎么样了 过得非常好 对于她的教育你不能放松啊 那当然没有 我为我的女儿请了一个最好的英国籍女教师 家庭教师来辅导她 这么厉害 那英国女教师到底给了她一些什么样的教育 哎呦 说起来你们都觉得惭愧 我告诉你这个英国女教师提的一个建议 我觉得非常好 她建议我给我女儿一大笔钱 以她的名义呢 构建一个慈善基金 专门拨这个款 给那些需要帮助 需要帮助的穷困人民 太好了 不仅如此 图格涅夫接着说 我还要求我的女儿 每个周末都到平民窟去一侧 把这些老百姓啊 穷苦人们的破衣服 旧衣服收集过来 补好了 缝好了之后 再给他们送回去 挺好的吧 对不对 庄园主觉得挺好 但是这个托尔斯泰就开始说了 你真的觉得这样好吗 挺好的 我怎么越听越觉得烂呢 两个人不说 你啥意思啊 你真的觉得这样 就是真正关心穷苦人民呢 我怎么觉得你做这些 都好像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老爷 在施舍给人家一样的 还有都像在做戏一样 我总觉得你女儿 穿着那么华丽高贵的名牌的衣服 坐在你们家 那么高贵华丽的名堂里面 缝着膝盖上的破布烂山的衣服 就像在做一场戏一样 那图格涅夫脸色就变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对女儿的教育很差劲了 当然很差劲 你不觉得这样说有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 我自己心里想的真心说出来 才算是你的朋友 你懂吗 你要是再敢说一遍 我就抽你 图格涅夫已经爆了 听完这个话之后 好 那托尔世代一句话不说 转头就走了 先是回到自己小镇上住的一个旅馆 打了一通电话 喂 九哥吗 立刻给我送一把左人手枪过来 再加六发子弹 写一封信给图格涅夫 我要同你作斗 图格涅夫拿到这份信心里面 非常非常的懊悔 作为一个贵族 作为一个很有修养的文人 怎么可以当着别的主人的面 说我要抽你呢 这个是非常不合理法的 写了一封信给托尔世代道歉 写得很真诚 但是没有收到 托尔世代离开了 回家去了 紧接着再写一封记到他的家里面 跟他道歉 又没收到 为什么呢 他已经出发了 跟他决斗了 实在没有办法 图格涅夫只好接受这个决斗 就在决斗之前 被很多很多人死命地拽住 两边拉开 才没有发生这样的惨剧 但是两个人的关系 就一直决裂了长达17年之久